刚才的报道呢让我们看到南中国海有可能会出现的潜在的紧张局势 下面呢我们就连线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的教授陈一新先生 请他呢给我们分析美国为什么高调批评中国南海捕鱼的新规定 好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我想美国这个将于高调批评中国大陆南海省呢 这个话将那个捕鱼区呢 那些引起争议的那些捕鱼区呢 说是一定要先行申请才能捕鱼 当然美国认为这个第一个所违反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这个就是自由航行权 那么过去呢中国大陆也一再宣称呢 说他们不会是有这个做任何影响自由航行权的举措 但现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宣布呢 显然是已经的这个正式的就是啊 已经想到了这个自由航行权的这个一个各国的自由航行权 我想美国当然是不只是他自己 也代表了很多其他在这个海域呢 这个普遇的这个国家呢 可能都都认为呢 这是一个不恰当的一个动作 好的那么陈教授 接下来我要问的是 啊 我们都知道南海局势呢是错综复杂的 那么中国如果执意这样做 您看将会在南中国海那个地区引起什么样的危险的局面呢 我想 我想普遇的渔船呢 也不可能每次都去先行申请或者由政府申请 我想各国政府呢也不会趋于这样的一个压力 所以说各国政府呢 很可能会采取比较协同的立场 反正有普遇的国家大概都会都会采取一个一致的立场 那么当然这个可能由美国来代表 对中国大陆表达不满 第二呢 美国呢必要时可能会在 就像上次这个中国大陆宣布飞航识别区的时候呢 美国派了两架B-52轰动机 但是这次呢当然情势比较复杂 美国如何派一些舰艇来这个表示呢 这个突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这个限制 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需要杀费周章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当然中国大陆同样的20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海域呢 也是不可能执行执法 所以这样中国大陆的宣布呢 会变成这个执法不足以执行 会变成了一个笑柄 很可能呢大家都不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 而中国大陆却没办法 执行它的一个法律 那这样的话呢 中国大陆的法律可能会 它的效率就慢慢的失去了它的影响力 那么也会天天影响到 中国大陆在本区的这个一些这个影响力 所以这个最终来中国大陆来讲呢 这样的一个宣布 未必是个聪明之巨 很可能会遭到以美国为主的国家呢 一起的同声抗议 好的 那么我们感谢台湾淡江大学 美洲研究所的陈一兹教授 给我们做的观察和分析